强盗假意给男子倒酒 却在酒水中掺杂数十克钢珠 强盗首领面露击讽 不料男子却面不改色 竟是连酒带珠一饮而尽 古匪们见状猖狂大笑 谁知男子却运转内力 将刚吞下的钢珠悉数吐出 仿佛炮弹般扎入房梁 强盗首领面露沉重 这才明白这个江湖上人称怪侠的男子 绝非浪得虚名 怪侠名为江丹亨 他常常带着斗笠行走江湖 平日里最好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因从小父母兄弟都为土匪所害 所以他尤其喜欢跟土匪作对 但也因此结下了不少仇家 土匪头领们对他是恨之入骨 经常派出手下对他追杀 这天一伙土匪来到客栈 追查怪侠下龙 见掌柜的毫不知情 土匪抬手便将他一刀斩杀 随后更是冲入后院 欲对其女儿用墙 见女子拼死抵抗 他便又一刀结果了其性命 可不料几人刚要出门 为首的土匪却被隔墙一剑刺穿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怪侠江丹丰 两个土匪小弟不是好歹 还要上前报仇 不曾想却根本不是怪侠的一招之地 不过短短数招就将两人打得落花流水 另外两名同伴得到消息 想在半路对怪侠截杀 他们趁机不备对他前后包假 不料怪侠仅仅只是纵身一跃 就让两人错将武器刺入对方身躯 江丹丰认为两人死有余辜正要离开 但其中一名土匪却在临死前请求怪侠 将自己的死讯告知村里的妹妹 江丹丰念其兄妹之情 便一时心软答应下来 他在村子里好一番打听 终于来到了妹妹秀秀的家中 他将其兄长的死讯如实告知 秀秀突文噩耗悲痛万分 见怪侠转身欲走 他便认定此人就是杀害哥哥的凶手 他来到屋外提见便看 不料江丹丰却不闪不闭 仅仅只是用手臂格挡 他将事情来龙去脉悉数告知 秀秀这才知道自己错伤了好人 为了表示歉意 他将江丹丰留下养伤 不料此举却为两人招来了更大祸端 土匪头子得知怪侠行踪不禁勃然大怒 当即便派人前去警告村长 而秀秀也被请到了村长家中 村民们长期受土匪击押 如今一个个都成了软骨头 众人逼迫秀秀将怪侠赶出村子 不料却被秀秀一口回绝 何等秀秀回到家中 一众土匪却已经赶到 他们四处搜寻 却不见怪侠身影 于是便让秀秀去准备食物 吃饱喝足后还要对他动手动脚 好在江丹丰及时在门外出现 这群喽啰自然不是怪侠的对手 不过他担心牵连秀秀并没有选择出手杀人 只是挥舞常见在他们脸上留下十字几号 土匪们挥溜溜回到山寨 不料却引得首领黄大坝勃然大怒 他的功夫又快又准 在你们每个人脸上都留下了死号 还说他不是给我作对的那个怪侠 江湖上有一神秘男子人称怪侠 他看似平平无奇却武功其高 一手剑法更是出神入化 于庶长之外就能取人性命 他俯危济困尤其喜欢与土匪为敌 土匪首领恨他入骨却偏偏奈他不得 狗头军师剑状连忙献上几层 要想对付此人还需秩序 他们先是派人前来给他下战帝 怪侠浑然不惧当场答应 事业怪侠单刀附会 途中却遭遇众人埋伏 他们先是用弓箭进行偷袭 剑被他识破又派出众人围杀 然而他们又启示怪侠的对手 三两下便全都成了他的剑下亡魂 看到怪侠如约而至 首领黄大坝大师一惊 他故意在酒水中摊杂钢珠一次试探 不料却被怪侠轻松化解 看到他吐出的钢珠露目三分 黄大坝下的连忙改口 在江丹丰出发之前 他便已经派人抓走秀秀 只要他答应从此不再与山寨为敌 他便认有两人离开 江丹丰顾及袖袖安危 只能答应下来带他先行离开 不曾想黄大坝有不死心 又派出手下在半路对他截杀 好在怪侠剑法抄群 哪怕对方人数众多 也不是他的一招之敌 手起刀落尖便将这些土匪悉数缠杀 而黄大坝为了除掉怪侠 只得求助于号称金蛇诡鞭的一生雷 一生雷乃是职业杀手 想要顾他出手先得交三千两白银 黄大坝是才辱命 便派出手下找到村长 威胁他不交出三千两白银 就要洗劫村庄 村长胆小怕是当即便召集众人筹钱 可这三千两怎么分配却成了难题 因为对有钱的来说 这点钱不过九牛一毛 可对没钱的来说 那就是断了他们活路 而且土匪本就没有信用 这次要了三千两 下次说不定还会再要三千两 有的人提出干脆跟土匪拼死一搏 可这里的人大多是拖家带口 万一打输了怕是要全家遭殃 村民们议论纷纷 但最终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怪侠 认为是他与土匪为敌惹来的麻烦 江丹丰受够了村里的议论 干脆坐在村口等待土匪上门 秀秀赶来劝他离开 毕竟他只有一人 如何敌得过对方一个山寨 可江丹丰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将全部积蓄递给秀秀 让他好好生活 不料秀秀刚回到村中就被众人围住 他们认为秀秀不守护道 不仅带个陌生男人回家 还害得整个村里如今不得安宁 为首的村妇上前对着他就是一记而光 好在怪侠及时出手制止 他表示自己留下只是为了对付土匪 不料村民们却并不领情 明天村长就把三千两银子送到山上去了 我们还怕什么 次日村长好不容易带上三千两白银上山 哪只黄大坝却翻脸不认人 他用铁链捆住村长 直接将他活活打死 随后更是将他的尸体挂在村口 放出狠话将要洗劫村庄 谁知村民不但不怨恨土匪 反倒还责怪起了秀秀 认为这都是他收留怪侠惹来的祸端 你们怪他有什么用 你们能怪强盗 另一边强盗已经磨刀祸祸 随时准备下山徒村 好汉不吃眼前亏 怎么样 好汉是不怕吃亏 土匪们下山徒村 那只村民们却并不抵抗 以为躲起来就能安然无恙 只有怪侠一人独自走向村口 竟要以一己之力对抗土匪 可是土匪人多势众早已将村子包围 江丹丰扫失全场 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熟悉身影 原来他全家性命都是被一声雷索杀 我能要你全家的命 也能要你的命 江丹丰也是因此立志要杀遍天下恶人 土匪们一拥而上将怪侠团团围络 可纵使是面对众人围攻怪侠 却怡然不惧 他一人一见在人群之中穿梭 每次出手必要结果一人性命 虽然对方人数很多 但怪侠却能利用地形优势进行反击 他佯装不敌且战且退 将一众喽啰引入小巷 利用事业盲区将他们逐个击破 当他再度现身之时 场上只剩下了黄大坝和一声雷 黄大坝甩出铁链率先出击 不料却被江丹丰一把抓住 接着顺手一剑直接送他去了戏尾 但此时的怪侠也已是强弩之末 之前的战斗消耗了他太多体力 如今面对一声雷神出鬼没的憋法 他只能选择不断地躲闪 稍有不慎身上就是一道血痕 眼看怪侠就要命负黄泉 秀秀心急如焚大声呼救 可是村民们却胆小怕事 哪怕如今只剩下一人 他们也不敢上前 只有一个青年被激起了血性 他冲出房门就要跟一声雷决一生死 不料一声雷仅是一滇 就将他抽到在地 但这点时间对怪侠来说已经足够 他高高跃起来到一声雷身后 仅是一剑便让他重伤倒地 眼看一声雷也一世奄奄一息 村民们当即有模有样的鱼冠而出 直接将一声雷乱棍打死 仿佛他们才是剿灭土匪的英雄 江丹峰看透了这些村民的本性 他打点形装告别秀性 孤身一人再次踏上了江湖之路